告诉你个好消息,我怀孕了,你什么时候和你家那个黄脸婆离婚?说话呀,你答应要娶我的,一连串的信息发过来,我瞬间如遭雷劈了一般,僵在了那里。 十分钟前,老公出门跑步,我打扫卫生时,在老公书房发现了这个手机,因为我怀孕之后睡眠不好,老公怕影响我睡觉,便自觉地搬去了书房。 此刻,我握着手机,脑海中思绪万千飞过,这是什么情况?他出轨了?不会,也许是别人的手机,自我安慰,我不相信我一心一意爱的男人会出轨。 我想打开手机看一下发信息的女人到底是谁,可是手机却有密码,使了N4,也解不开,在万般无奈之下准备放弃,我突然想起,他经常按的数字,指纹会比较多,手机不常用,从侧面仔细看能看到,果然这个办法可行,手机解开了,果然是老公的手机,果然是他出轨了。 在事实面前,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,结婚这么多年,我全心全意地对他,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?我们刚结婚时可以说是家徒四地,什么都没有,靠着我那份工资维持着家庭,我陪着他从无到有。 艰难度日,他才坐到了今天公司经理的位置,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,而此时他却和我离心离德,背叛了我。 而发信息的女人不是别人,她就是刚进我们医院不久地跟着我的实习生张婉,张婉工作太浮躁,不踏实,虚荣心强,虽说是学医的,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懂,周围同事对他印象不太好。 有时我都不知道以他这种水平怎么会毕业的,他怎么会和老公勾搭上了,我网上翻看聊天记录,聊天内容不堪入目,露骨的话血淋淋的,看了让人恶心,他们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。 这么说他在去医院之前,就已经和老公好上了,想到这,我的心在颤抖,我不敢往下想,他故意在我身边实习,是有什么阴谋吗?还是巧合了?亲爱的你怎么还没到?我都想你了,张婉的信息一直就没停,你那边办得差不多了吧? 我这边就差一个时机,就让他身败名裂,滚出医院。你赶紧的吧,我和我们的孩子等不及了,我不想他出生,就没有父亲陪在身边。 还有他的那个孩子怎么办?有我们的宝宝就够了,我不想我们的宝宝和别人分享你的爱,以后我可以为你生很多孩子。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,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? 作为一名女人,一名母亲,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? 张婉自从跟着我实习,在工作上她工作能力各方面都不行我对她还是竭尽所能的帮助,谁都是从实习生开始,都不容易,没想到却换来这样的报答,狗男女。 他们不仅想让我净身出户,甚至还连孩子都在算计之内。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,才会选择杨浩。 擦干眼泪,我要搜集证据,让你们预想加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双倍地奉还给你们。 打开手机相册,里面的内容,老公的所作所为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。 她居然不止张婉一个女人,和女人的各种苟合的床照,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她们做运动时的视频,各种动作,各种姿势,让人恶心,人渣。 居然给自己录这样的视频。 其中一个女人我认识,是老公公司的财务总监李莉。 还有一个女人,怎么这么面熟,绞尽脑汁也没想起她是谁。 这么多年我全心全意地爱着的人,天天同床共枕的人,自认为我是比较了解她的人,对她从来没有怀疑过。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,我对她一无所知,所有的东西我都用手机保存了下来。 我知道,今晚张婉职业班,他们一定是在一起私混,我要去查个明白。 随后,我驱车来到医院,来到护士站,只有护士小刘一个人,医生办公室也没有人,那只有休息室了,那是休息睡觉的地方。 走到休息室门口,就听到了从里面传来男人粗重的喘气声和女人弥喃声。 亲爱的,你什么时候和黄脸婆离婚? 这还得看你的表现,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,不能因为离婚而毁于一旦,我的小心肝就全靠你了。 那孩子? 放心吧,宝贝,我最爱你和我们的宝宝,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哆嗦的双手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,今天我要当面戳穿你们的真面目,你们这对狗男女。 气急败坏的我,打开房门大喊道,老公立即从张婉的身上离开,张婉也立即用被子遮挡着身体。 你怎么来了?老师?看着他们一丝不挂,一脸惊讶的样子,气得我浑身颤抖,你们怎么可以这样,对我,居然连我的孩子都不放过,杨昊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?我嘶吼着。 萧老师,你小声点,这可是在你工作的单位,而且还是在你的休息室你的床上。 张婉一脸懂事的样子提醒我,在我的床上,我的休息室,这是纯粹的在恶心我,侮辱我,张婉你是真不要脸。 咒骂着,我冲上前要去打张婉,面对小三的挑衅,如果我还能隐忍,那这么多年我就白活了。 可是,还没等我到跟前,就被老公拦在了面前,你闹够了没有? 杨昊怒斥我,你也看到了,我和张婉在一起了,现在你们两个都怀孕了,如果你同意等,把孩子生下来再说,不同意就离婚。 你混蛋,我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 他想要上前打我,却被张瑶拦住,浩哥,你可别生气了,萧姐姐可怀着你的骨肉呢。 张婉娇嘀嘀地说道,刚刚还在算计我的孩子,现在又装好人,真是恶心,还是玩玩懂事。 老公宠溺地看向张婉,我看到他们无耻的嘴脸,内心泛起一阵恶心,现在你们有多做,以后就有多痛苦。 我愤怒地转身离开,身心疲惫地我回到家,躺在床上,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,没想到你还没出生,就和妈妈相依为命了。 结婚多年,一直没有孩子,好不容易怀上孩子。 在老公心里居然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,他这是和我挑明了,要么接受现实,容忍张婉和他孩子的存在,要么我们母子离开,孩子我是绝不会放弃的,但这种渣男我也绝不会和他在一起的。 可是目前还不能离婚,我的留在他们身边更好地掌握证据,不入虎穴掩得虎子,我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,再一次打开那部手机,我想看看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。 原来老公早就想和我离婚了,这些年经过我们的打拼确实有了一些家底,他怕我分走分财产,更怕毁了这些年积攒的好名声。 令我不敢置信的是,老公和财务总监李莉狼狈为奸,把公司的流动资金转入他俩的小金库,达到私吞公款的目的,胆够大,违法的事也敢做。 深夜,老公居然回来了,还没睡呢?还在生气呢?他嬉皮笑脸地问我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,我最爱的人是你,我不爱他,我只是和他玩玩, 谁知他却怀孕了,等他生完,立马和他断绝一切关系,我向你保证,我不会娶他的,你永远是我杨浩的老婆,他居然说出这么不负责的话。 看着他假仁假义地,嘴脸我恶心地想吐,他把女人当什么?玩物?张婉估计都想不到杨浩是打的这个算盘吧? 更荒唐的,是他竟然无耻到跪着求我容忍张婉的存在。 等他生完孩子,立马和他一刀两断,他只是为了孩子,和我玩苦肉计呢? 鬼才相信他的话,我强忍内心地怒火,为了接下来的计划,我只好表面答应了他,但前提是张婉不准进我的家门,我不想他脏了我的家,他也答应了,他也许会暗自高兴。 我和张婉的下场一样吧,甚至比张婉更惨吧,看着他那虚假的嘴脸,我暗自发誓等,我把你的阴谋戳穿,我会双倍奉还。 我找到了我的同学强子,他现在混得风生水起,人脉很广,他想调查,一个人很简单,强子从小就暗恋我。 可惜当时的我瞎了眼看上了杨昊,我向强子全盘拖出,并给他看了手机里发现的秘密,这个女人不是杨昊的初恋女友留情吗? 强子惊讶地说道,对,就是他,怪不得我看着这么眼熟。 强子接着说道,他当初不是甩了杨昊跟一个外国人结婚了吗? 他们什么时候又搞到一起去了? 我俩顿时觉得杨昊隐藏得太深了,一个老同学,一个老婆,两个最熟最亲的人居然一点也没发觉。 实话告诉你肖杰,杨昊的工作能力一般,人家早就不想用他了,他的分公司那边一直在亏损,他和上司是好朋友,也想找我查他们。 有了你这些证据,就有了调查的方向了,原来他暗地里搞了这么多事情。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,看到他关切的眼神,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心疼我,他很痛恨杨昊这种人渣,并表示竭尽全力帮助我,是已至此张婉是不可能再待在我身边了,把他调给了别人,回到办公室,正好碰上张婉在收拾东西。 小姐姐,我走喽,临走他还在挑衅我,张婉,你别以为你像得了宝寺的,杨昊这个人你根本不了解,你以为他是真的爱你吗? 我陪他从无到有,全心全意,他却对我这样,你以为你的下场会比我好吗? 我冷冷地看着他,脸上满是嘲讽,你胡说,浩哥是真心爱我的,我比你年轻漂亮,你就是一个黄脸婆,他会跟你离婚,和我结婚的,这是你就由自取。 他一脸得意地说,曾经我也是笑话,我还是医学硕士,你是什么? 论学历,气质,人品,你拿什么和我比? 要是没有我,他现在什么也不是。 愿就愿,是你的肚子不争气,这么多年,也没给浩哥生个一儿半女,哪像我不到一年我就怀了他的孩子。 张婉摸着他的肚子向我炫耀道,哼,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 他摇曳着屁股走了出去。 晚上回到家,就看到门口堆着大包小包的,张婉居然来到我的家,我正想上前让他走时,老公却拦在了我的面前,他苦苦哀求我,让我收留他,等他生完孩子立马让他走,真是无耻到了极致。 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毫无束缚地打闹嬉戏,越发地放肆,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中国的古训,天要让其灭亡,必先让其疯狂。 我笑了,第二天上班的时候,我就看到同事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,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,原来是张婉因为工作失误,差点导致病人失去生命。 意料中的事情,张婉的能力有限,平时跟着我,除了一事都是我给他擦屁股,现在自己面对一切,终于暴露了他的无能,大家都在猜测张婉应该在这待不了了,还没正式工作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。 我以为他跟了别人会收敛一点,虚心学习,没想到狗永远改不了吃食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不一会他就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大家面前,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,不一会儿就不了了之了。 这一结果引起了大家的公愤,都知道张婉要医术没医术,要人品没人品。 这是治病救人的地方,怎么能容忍这种没责任心的败类在医院? 在我的提议下,大家联名找到了院领导,让给大家一个说法,最后在大家的施压下,张婉终于被开除了。 当我换好衣服,准备查房的时候,却听到隔壁休息室出来哭声,你怎么这么不认真? 这能怨我吗? 我也尽力了,我也没办法,当初要不是你把人家安排到你们医院,我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,其中一个声音是隔壁办公室医生毕涛,而另一个竟然是张婉,他们两个竟然有联系。 不一会儿,里面又传来了声音,我让你办的事,你办成了吗?你都给办砸了,你还有理了? 碧涛说道,可是当初你答应人家我帮助你你就能帮我转正的。 原来张婉是碧涛安排进来对付我的,没想到他和我老公搞在一起,事情还没开始,就被调别人身边去了。 我和碧涛是大家公认的竞争对手,我俩医术相当,最近医院要提升以一位业务副院长,正在考察期,没想到他竞出此下策,你得帮我,你不为别人,也得为我们的,张婉哀求道。 闭嘴,小心隔墙有耳,碧涛力声道,里面顿时没了声音,我一时蒙在了原地。 难道他们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,为了他们的什么呢?难道张婉的孩子不是老公的? 不会吧,如果孩子不是老公的,那他不就是戴了绿帽子了? 乖,听话,不就一工作吗?以后我养活你。 一进家门,就看到老公一脸心疼地在安慰张婉,张婉看到我进来,又使劲往老公怀里钻,看来碧涛无法帮助他,又跑老公,这诉苦呢? 老公紧紧地抱着他,而张婉侧露出了一副胜利者的样子,看到两人恩爱的样子,忽然联想到了不久的将来, 两人撕逼的样子。 顿时心里舒服了不少,我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,就进了洗漱间,洗漱完毕,我化了妆,换了身衣服,跟老公说了声就出门了,见我出门,老公很是爽快地点头答应了,毕竟我在家多多少少会碍事,其实我和强子约好一起吃晚饭,主要是说一下调查的进展情况,原来老公的初恋情人留情, 当初重阳门外,把杨浩甩了,嫁给了老外,因为刘勤为杨浩多次流产导致不孕,不久便被老外抛弃,后来又联系上杨浩,并重归于好。 那时我们已经结婚,刘勤不能生育,她是想借助我的肚子给他们杨家留个后。 可惜我们结婚这么多年,一直不怀孕,于是她找上了张婉,不巧的是我和张婉同时都怀孕了,听了强子的话,我顿时感觉脊梁一阵发凉, 她不仅是想让我净身出户,还要让我和孩子骨肉分离,更是想让我生不如死啊,够狠。 那好吧,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?我们拭目以待吧,一个月后,我和张婉一前一后都生了孩子, 就在我上班第一天,刚到休息室门口,就听到里面传来了男欢女爱的声音,这是谁这么胆大,居然明目张胆地在我的休息室乱搞,我悄悄地退了回来。 当我再一次回去的时候,就碰到了脸色红韵的张婉,看到张婉我好像明白了一切,看到我的那一刹那,她显然一愣,说道,你怎么来上班了? 对啊,我是来上班,你来干嘛?我反问道,我来给我儿子买点药,说完她慌慌张张地走了,他们不知道的是,自从上次碰到老公和张婉在这里苟河,我就放上了小型的监控,这么长时间忘记拆除了, 而恰好被我看到了里面的两人,不是别人正是张婉和毕涛,他们没想到,我会这么快来上班吧。 我自从生了女儿果果,由于平时工作太忙,没办法,我只能请了一名保姆,照顾女儿,老公则是请来了婆婆尽心尽力地照顾张婉和她的儿子,看得出老公非常疼爱儿子,无微不至地照顾张婉和孩子,而我们的女儿,她都没正眼看过, 婆婆更是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的疼爱,看,我们的儿子真漂亮,长得真像好哥。 张婉故意大声说道,老公高兴地说道,是啊,养儿子就是好,我们可是要继承杨家家产的,可不像养女儿是赔钱货。 婆婆得意洋洋地说道,哦,是吗?我看看这杨家的根,她是姓杨吗?我出来故意这样说。 看看张婉的表情,果然,听我这样说,她立马变了脸色,眼神闪躲地说,萧杰,你生不出儿子几眼了吧? 我看不像杨家的根呢,倒像是别人家的根。 我没有搭理她,继续故意刺激她们,你少在这胡说八道,好哥你别听她的,看儿子长得多像你。 果然是做贼心虚,说着就要拉老公走,老公没当回事,可婆婆却听到了心里,萧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? 婆婆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,什么意思自己想去?我转身进了房间。 一会隔壁就传来了吵闹声,老公和婆婆在争吵,问到底是不是他们杨家的孩子,婆婆也不傻,孩子敌却长得不像老公。 而是像极了她的亲爹碧涛,深夜,老公进了我的房间,说,我们离婚吧。 我不能委屈了他们,不能委屈了张婉和你们的儿子,那我和女儿呢? 这个家已经被你搅得快过不下去了,我知道你是极度张婉给我生了儿子。 听到她说的话,我真是无语了。 好,我痛快地答应,反正你们的事情我也都调查得差不多了。 你们的报应就从离婚开始吧,我暗自私存,女儿我不要,财产归我。 她这是要我们娘俩净身出户,属于我的一分都不能少,不属于我的,给我也不要,钱归我,房子归你。 这房子已经被你们玷污,我是不会要的,那不可能,消解你做梦。 那你休想离婚,别忘了你出轨再先。 老公在被逼无奈之下,终于答应了,也许她现在是想尽快先把我甩掉吧。 反正她和刘勤也不差这点钱,第二天我们便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,回到曾经的家收拾东西。 但我女儿正准备离开。 儿子,我们终于成为这个家的主人了,我们的好日子终于来了。 张婉诚心说话恶心我,张婉你的好日子应该是到头了,你做的事别人不知道,我却非常清楚,不知道杨浩知道后还会不会这么爱你们哦。 听了我模棱两可的话,她愣在了原地,也许她真的感觉我知道了什么,还没反应过来,我就抱着女儿离开了这个让人恶心的家。 其实从孩子一出生我就安排好,留取孩子的期待血,我要确认一下我的猜测是不是真的,孩子果然不是老公的,而是必掏的,证据早就在我手里,只是还不是时候当场揭穿她。 我们离婚后,他们却没有立刻登记结婚,而是迫不及待要给孩子大半满月酒,她请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同事,她是想昭告天下她有儿子了。 大厅的屏幕上滚动播出着孩子的照片,可画面一转,便传来了张婉和毕涛狗和的视频。 恩毕涛你好厉害,比那个大渊种强百倍,我可真不想我们的孩子在她身边。 这还不是怪你,当初你要把消解搞臭,我早就是副院长了,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们娘俩进门。 他们边运动边说,所有人都静止一样,大家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? 接着大屏幕上又播放出了亲子鉴定报告,这孩子不是杨浩的。 不知是谁最先反应了过来说道,老公这才猛然醒悟过来,赶紧关掉大屏幕,走向张婉,夺过她手里的孩子,一脚把她踹倒在地,你这个贱女人,居然是和别人生的杂种。 杨浩说完,抱着孩子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,十三,这时婆婆也跑上前来撕打张婉,此时已经听不到张婉哭叫的声音,张婉拼尽全力挣扎着站起来,像疯了一样,追杨浩和孩子而去。 而婆婆这张老脸已经没地方放了,索性趴在地上撒泼打滚,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议论纷纷,消结这么好的儿媳妇不要,却找了一只破鞋,是啊,还高高兴兴地给别人养儿子,真是自作自受。 月子燕就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散去,而此时的我站在暗处默默地看着发生的一切,现在的杨浩应该已经彻底崩溃了吧,就在离她的计划还有一不知遥时,却在所有人面前爆出了自己的好大儿居然是别人的,这绿帽子戴得结实,丢人丢到家了。 这么多年的人设彻底崩塌,前夫杨浩上司知道了她的人品后,对她极不满意,公司正在整顿,存在诸多问题,让她先停职在家,而毕涛因生活作风问题,并使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,情节恶劣,被医院开除。 我和女儿,保姆三人租了一间公寓住了下来,并让强子给我找了一个保镖,暗中保护,我怕杨浩苟急跳墙,来骚扰我们,日子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,杨浩和张婉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。 我和女儿,保姆三人,刚刚从超市出来,一转头,张婉却出现在我面前,着实吓得我不轻,你还我儿子。 说着就要上前抢我怀里的女儿,我赶紧闪到一边,保姆也在一边说,这不是你儿子,你认错了。 没有,这就是我儿子,宝贝儿子,来,妈妈抱。 她居然趁我不注意,一把抱住了我怀里的女儿,我们两个在正抢孩子,突然,她却松了手,不要抢,不要抢,孩子会摔倒的。 我感觉她有点不对劲,说道,这是我女儿,张婉你的儿子,你应该找杨浩要去。 她突然跪了下来,哭着说道,杨浩我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,不,杨浩你不要摔我的儿子,你可以杀了我,但你不要伤害孩子。 儿子,她叫着跑向远处,儿子被摔得没了呼吸,求求你就救我儿子。 就这样,她逮谁就求谁救她儿子。 她这是疯了吗? 她的孩子没了? 真是可惜了。 保姆的话才让我从震惊惊醒过来,张婉疯了,孩子没了,孩子是杨浩衰的还是争夺孩子失守? 我们不得而知,看到她疯疯癫癫的样子,心里顿生怜悯,虽然张婉可恨,但是罪不知词,至少孩子是无辜的。 我们三人刚刚回到家,保姆便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请假回家。 保姆走后,我和女儿刚刚睡下,朦朦胧胧中感觉卧室房门开了,我迷迷糊糊摸了摸身边的女儿,却没有摸到女儿,吓得我一个机灵。 赶紧爬起来跑了出去,就看到一个黑衣男人背影抱着孩子刚出去,这个背影酷似杨浩,我敢肯定就是杨浩,和他生活这么多年,对他还是比较熟悉的,他肯定是抢我女儿了。 站住,把我女儿放下,我边喊边追了上去,原来外面早有车接应黑衣男,我刚追到门口,他们的车子就急迟而去,就在我急得要报警时,强子和保镖却出现在了我面前。 你这个保镖是怎么干的?我女儿被人偷走你,还在这看着吗?快,快去追呀。 我焦急地说道,十五,那人就是我的前夫杨浩,就是他,你们快去追他呀。 强子看我情绪激动,露住我说道,你先别急,我们知道是他,安排在你身边的保镖,不是保镖,是警察,已经跟踪他好多天了。 肖杰同志,我很理解你的心情,不过你放心,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,孩子不会有事的,毕竟那是他的亲女儿。 警察同志说道,杨浩私吞公款数额较大,其中还牵扯很多案情,我们要把他的同谋也是他在国外的情妇给引回来,虽然知道孩子是安全的,但是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不着急呢? 真是体会到了什么是度日如年了,深夜,警察同志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孩子,机场大厅中,杨浩和其情人刘勤已被控制,我赶忙从警察怀中接过孩子。 肖杰,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是吗?杨浩走近我说道,是,公司的事也是你告诉他们的。 是,这么说,这一切都在被你牵着鼻子走的,你这个贱女人,是你毁了我全部。 不,杨浩越说越激动,你罪有应得,你们坏事做尽,居然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,畜生不如,不提婴儿还好。 一提他就像疯了一样,他该死,他是个杂种,你可别忘了你怀里的女儿走到哪都是我的,那是我们杨家的根。 现在你知道,女儿是你们杨家的,晚了,女儿长大我不会告诉他,有你这样的父亲,有你这样的父亲,是他的耻辱,我会找一个比你强百倍的男人,做他父亲,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姓杨。 你这个贱女人,你等着,我出来的那一天,就是你的死期。杨浩疯狂地嘶吼着,你能出得来,再说这样的话吧。 我平静地说道,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,转身走向了刘琴,还有你刘琴,我为了你付出了所有,是已至此你居然想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,让我一个人承担,你太狠毒了,难道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吗? 杨浩转身对刘琴说道,你真的都是为了我吗?到现在,你还在假仁假义,你都是为了你自己,你玩了这么多女人。 你在逍遥快乐的时候,你想过我吗?刘琴反驳道,你以我的身份开公司私吞公款,现在又把我叫回国,是想让我当替罪羊吧? 我就是你做坏事的一个幌子,实话告诉你吧,早在刚开始,我就把法人换成了你自己,你们做的一切都与我无关,这些年我也认识到了自己错误,打算以后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,你结果怎样都是你咎由自取,怨不得别人。 看着他们狗咬狗,真是让人恶心,你居然也给我设了套,你这个臭婊子,你,话还没说完,杨浩口吐献血晕了过去。 刘琴这种虚荣心极强,喜心厌旧,见一丝签的人,怎么会和你同甘共苦?不过他精明在看透了杨浩,下班回到家,就看到婆婆在家门口等我,看来是等我很久了,看到我立马给我跪了下来,求我原谅,当初是他不对,不该那样对我。 他和杨浩都是被张瑶那个狐狸精蒙蔽了双眼,他知道他儿子已经判了死刑,现在来求我让我给他讲讲情,留他一条性命。 我没有那个权利给他讲情,他的罪是他自己做的,从离开你们家的那一刻,他的事情就与无关了。 他看给杨浩求情是没希望了,又退而求其次,让女儿随他们杨家的姓。 他是杨家唯一的血脉,我当然不会同意,当初是你说女儿是赔钱货,是你们不要的,现在想要他认阻归宗,那是不可能的。 我毅然决然地说道,听到我说得这么坚决,婆婆终于露出了真面目,你个不要脸的臭婊子,要不是你我的儿子杨浩,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? 我知道月子宴上是你放的哪些视频,让我们全家颜面丢尽,受到所有人的唾弃。 婆婆猙獰的面孔是我第一次见到,直到此刻,她把一切过错都怨在我身上,这是你们罪有应得,怨不得别人。 你这个贱人,让我有家也不能回,我现在是家破人亡,我今天劈了这条老命,也要让你给我儿子陪葬。 说着就要扑上来,不知何时她手里居然多了一把匕首,恶狠狠地就要刺向我,被我躲过后,躲下了她手中的匕首。 毕竟年龄大了,尽管是拿着匕首她也不是我的对手,随后我报了警,看到警察,她气血攻心,犯了脑血栓。 躺下就再也没站起来,我知道她这次是注定在床上度过余生了,看到她如此结局,再也不忍心怎样,撤回了起诉,她也被老家人接了回去,一切尘埃落定。 我感觉身心疲惫,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伤痛,为了能更快地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,我辞去了现在的工作,和女儿去了国外定居了下来。 在国外我找了一家薪酬不错的医院,女儿也在我的陪伴下茁壮成长,直到有一天和女儿在超市,小朋友,喜不喜欢这个,叔叔送给你好不好。 我忽然看到女儿开心地接过一个陌生男人手里的芭比娃娃。 我赶紧说道,果果,妈妈不是告诉过你,不能随便拿陌生人的东西吗? 那个男人站起转过身,微笑着看向我,怎么是你? 不是别人,正是当年帮我渡过难关的墙子。 我惊讶地问道,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? 说完这句话,看到他眼圈红了,你们让我找得好苦,当初你们不辞而别,我千辛万苦才打听到你们可能来到这了。 但是若大个国家,又不知道你们具体在哪,我只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找,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老天让我在这遇到了你们,看得出他有些许的激动。 你这又是何必呢?我已不是当初的我,你知道我的一切,我知道你一直未婚,你这么优秀,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好的女人。 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你,尽管你结婚了我也在关注你,只要你幸福就好,可是现在你离婚了,我不会再轻易放弃。 他一直坚决地说道,那边的公司我已处理完毕,业务全部已转到这边,一切都已走上正规,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。 看着他殷切的眼神,我不好再说什么,眼神却看向了果果。 我会好好爱你和果果,我会把果果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,如果你怕我对果果不好,我们可以不要孩子,只要果果自己。 此时我感动了,当初强子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,只因那时候杨浩更会花言巧语,他看我沉默不语,立刻说道, 不需要你立刻答应,让时间来证明一切,等到果果和你都能接受我,再给我答案。 他看到我笑着默默点头,他开心地抱起果果,走,叔叔带你和妈妈吃大餐去,看到他开心地像个孩子。 我心里忽然感觉踏实了很多,在以后的日子,他的事业蒸蒸日上,对果果也是做到了一个合格父亲的样子,对我更是宠爱呵护有加。 两年后,我们正式注册结婚,果果一天见不到他都要吵着闹着找他,而他从来没有厌烦过,哪怕是有时候很累。 而后我们又生了二男一女,但他对果果最是宠爱,我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往事早已烟消云散。 去词制作者 可作者 可错认